湾仔、銅鑼灣、跑馬地和何文田被圍封的四個地點完成強檢 共有515個居民接受檢測 沒有發現陽性個案 其中初步確診源頭不明的58歲女李貨源 她居住的湾仔洛克道利順大廈有80個居民檢測 曾經出席和惠民生日派對 初步確診的港台普通話台主持楊紫荊所住的何文田人禮花園B座 有135個居民檢測 跑馬地旭壽街旭城大廈有190個居民檢測 一個39歲外傭初步確診 和空姐媽媽引起的外傭群組有關 她和早前確診的印傭一起去過教會 至於銅鑼灣順德街美蘭角有110個居民檢測 大廈早前有污水樣本在監測中程陽性 懷疑大廈內有隱形患者 居民檢測了這麼久 因為它的衛生情況一定是不好的 即是不合格的 現在的大廈是處理著這個大廈維修 即是你知道劏房那些人流 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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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 一定會有這個問題 可能大廈的污水渠舊 有機會有點殘留在這裡 又臭味又生殺消毒多些 唯有自己攪拌多些 倒些票的污水進去渠那裡